《佛教小故事》 人生大智慧 何是罪苦? 過去釋迦牟尼佛在社會國奇緣精舍的時候 有四比丘坐在樹下互相討論 世間所有一切 何是罪苦? 甲比丘說 天下罪苦就是淫慾 岳比丘接著說 世間親恨最苦 丙比丘不以為言說 淫慾親恨比不過飢渴的痛苦 丁比丘搖頭說 你們說的都比不上驚暴的痛苦 四比丘各執幾見 爭論不休 佛有他心通 宿命通 觀察四比丘得到機緣易度 於是來到四比丘面前就問 各位比丘正在討論什麼事? 四比丘向佛鼎禮之後 稟告剛才所爭論的問題 佛開始說 你們都不知道苦的根本真意 天下諸苦都是由於有色身 有了假身就有飢渴 寒熱、親衛、經暴、釋慾、怨禍等外苦 所以假身是縱苦的根本 禍患的元兇 至於內苦更是勞心優惠、苦惱萬端 遂至三界眾生無不弱欲強食、互相殘殺 因此在六道中生死輪迴、受苦無窮 都是由於有假身所致 若無假身、苦從何來? 若想離苦、需求殖滅 不生、不滅、萬元殖淨 羞涉妄心、不起妄念 正念相繼、淡薄首度 就可以淨得涅槃直淨的境界 這個才是真正聚落 於是佛講了一首解 熱無過淨、毒無過怨、苦無過身、樂無過滅 無樂小樂、小便小惠 觀求大者、乃獲大安 我為誓尊、長解無憂、正道三友、毒行、中摩 佛講完首解之後 又跟四比丘講了一段前世的恩怨 過去久遠無數世的時候 有五通比丘 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 名叫精盡力 在山中樹下精盡求道 這個時候有甲子、烏鴉、毒蛇、山鹿等四禽 日頭出外求食 夜晚回來 衣服在比丘周圍 日子過得很安穩 有一夜 這四禽互相就問 世間罪苦是甚麼? 烏鴉說 機殼罪苦 當機殼的時候四肢無力 眼前發黑、心安寧 於是就不顧刀箭一切危險 投身羅網 因此我們都是因為覓食而喪生 所以說機殼罪苦 甲子說 淫欲罪苦 當欲火燒身 就無所顧忌 明知會害身喪命 亦在所不惜 毒蛇說 親恨罪苦 親心一起 不論親疏 亦能夠殺人 又能夠自殺 山陸說 經報罪苦 我猶住山林 心上經據獵師 和豺狼虎炮來報殺 一有風吹草動 就嚇到心經膽破 這個時候雖然是母子 亦不相照顧 而獨自跳坑上岸圖命 所以說經報罪苦 正盡力比憂 聽完就說 你們說的都是滋沒問題 不明苦本 天下最苦莫過有假身 身是苦氣 有了假身 就有無量的憂愁畏懼 因此我寫俗學道 修斷煩惱 不貪愛惜身 願斷苦本 正得涅槃真樂 涅槃真樂 就是殖滅無形 不生不滅 永無憂患 這個才是真正大安樂 四琴聽了之後 心開意解 佛同四比憂說 當時 精盡力比憂是我的前身 四琴是你們四人的前身 前世已經聞過苦本真意 為何今天仍然執迷不悟呢 四比憂聽完之後 慚愧自責 因為有過去這段恩緣 今天又蒙佛開示 於是就在佛前 正得阿羅漢果 師父說 佛無身 初學的人聽到無身 都害怕了 無身 那種得了? 都想有個身 這個身是甚麼? 身健 我執 就因為這個觀念太堅固 搞到你生生世世 無量劫離 都在這裡輪迴流轉 永遠不能夠超越 甚麼原因? 就是這個強大的力量牽著你 你沒有辦法脫離 新健不脫 不單止不能夠出三界 初果都不能夠正得 因為初果要斷畫 八十八品健畫 第一個就是斷新健 所以佛無身 佛是盡虛空遍法界 無處不在 就好像虛空一樣 哪個地方有感 哪裏就現身 妙極了 因為無身 所以能現一切身 所以能現一切身 可以有一點 另一種